音乐 乐队迪真及安仔陈建安 这天就为靳歌金曲担任嘉宾 迪迪真的新歌 以男士向心与女生性殷勤 心甘情愿做观音兵的财痛做主题 不过他们几个就坚决否认自己做过兵了 看到很多人留言 他们都分享自己的故事 说什么时候做兵 大概五六年 听了我们这个歌的时候 演奏的时候有没有同一样的感觉? 你又没有同一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问他,我问你啊。 我没有啊,我还没有当过兵。 我没有当过兵,不敢啊,没有勇气。 不是你自己的故事。 对啊。 但是应该是他的故事吗? 因为你问他吗? 这是我的朋友的故事。 你唱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故事了,对对对。 第二阵预定今年会推出新专辑, 而最近几个月疫情令公开活动减少, 不知道会不会令他们制作进度加快呢? 因为不用到外面工作,表演都取消了。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录那个专辑。 因为歌已经,哈维已经写好了。 所以现在都是录音的阶段。 年底之前可以发到这张专辑了。 肯定吗? 肯定。 对,不要问进度,年底就可以,一定有了。 里边都会有十首歌。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发出那个专辑了,那个大碟了。 所以今年真的蛮开心,蛮兴奋。 刚度过三十四岁生育的昂仔, 冤定音乐举行的音乐会延期到九月。 不过既然疫情又在爆发,他就说自己已经开始操练准备, 但愿可以照常演出。 那一次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突然间要延期的,是第一次。 我相信也很多人经历第一次延期,延期等等了。 所以这个冲击比较大,但是现在有了经验,不想太多了。 就好好练习,不想太多。 因为练习后的东西,我想应该也可以有用的。 开不成,我自己在家里开。 一改过往清爽形象的昂仔,又说自疫情开始,已经没剪过头发。 他还考虑会继续流长。 这次因为这个新歌的曲风就比较新一点。 想整个无论在形象上,也想配合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流,然后就跟发型师去沟通,哇,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新的曲风,可不可以有些配合一下。 然后就,我给他看一下我画了一个发型,我自己构想的一个发型。 就说,哦,好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日本风那些感觉,就这样子。 你画的是不是一毛一样的? 其实有一点,有一点点分别。对啊,我画出来的比较帅。 哈哈哈哈哈哈